各位早晨,今天是2月3日 昨晚美股方面全線做好 當中立指更加升幅超過3% 其中近期是企業業績期 Meta出現業績後就爆升超過兩成 最新盤後蘋果出了業績 令到美股期貨稍微拉落一點 最新立企跌1% 恆生指數都有跟隨著一個輕微的回吐 恆生指數今天低開之後就低走 最新跌幅超過200點 去到開始就試20天線 20天線之後 去回1月中的底 21,400 其實都繼續是 因為短期急升得很厲害 所以有一點點挑戰都是正常的 整體的大方向 短期的方向都是向好的